打到对方打到大角度之后 不要站在那儿等着看球 一定要再归位再还原 这样才有一个连续的基础 不然的话不还原 你有一个人站在边上 在那儿等着看 再跑的时候 追着球跑就来不及了 日本这队的特点就是变化多 出手快 尤其是早田希娜的古板 他的正反手还都有旋转 无旋球的古板 宜藤美城他主要是把 这个升腰的弹击球 这种速度和突然性 利用得很好 那么从第一局来看 中国队这两名小将的心态 还是不错 其实这场球 中国队出于劣势 刚才介绍到 日本这两名运动员 配合多年 也是多次的大赛 公开赛的冠军 我们就是刚刚开始 配合的一对组合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第55届世界平方球几标赛 女子双大决赛 第二局 由中国的小将 新生代球员 王曼玉 孙颖沙 对宜藤美城 早前吸纳 那这一局呢 就变成 这个孙颖沙 接宜藤的球 哎呀 这球 插网出界 通过这个球 大家这个五板之后的 多板回合 就是代表了这个实力 那么这一左一右呢 他们的跑位相对少一些 所以呢 这个相持起来容易一些 一左一右 谁也不挡视线 现在第二局 开局啊 日本这对选手 可以说 也发起了 很主动的一些进攻 所以孙颖沙 王曼玥 一定在这个时候 要严防死守 防住 或者是加强自己的进攻 你看这个球 这个球就是 宜藤美城呢 用飘 反手生交的这个飘 这个球 在双打当中 特别的难受 飘过来之后 第二下 就是早前吸纳的补板 宜藤美城 确实是变化多端 打起多板树的相持 我们两位小将 是站得比较远 因为他们俩跑位 可能有一些困难 所以站得偏远 站得偏远之后呢 就是这个杀伤力 攻击力就不够 如果说现在 战术调整的话 一定要先凶给 就是两个右手 要先给 早前吸纳的这个正守位 之后再 要快速跟进 宜藤美城的这个正守 这样才能争取到主动 但是退远之后呢 对方始终是在进攻 我们始终是在被动防守 你看这球 非常的突然 宜藤美城反守的揭发球的 声交弹机 也很娴熟啊 他这个出手 所以要破他这个揭发球 只能要有偷长的长球 来作为牵制 没错 对就这个球 要有长有短 不要让他接的这么心定 对 就 it 大家看日本队这两名运动员 在配合上有很多的 就像这种节奏变化 我们对这种节奏变化的控制 还做得不是很好 刚才看到的就是反守位的走位 这个解决不了啊 现在 对 必须要谁打球 谁在前面才有杀伤力 如果说一前一后 永远都抓住后面那个人 拉的那个球没有速度 成为被对方进攻的一个点 这是早前希娜和伊藤美成的 快速的上选球的衔接 刚才给大家介绍 这对日本选手的确很强 是世界平方球锦标赛赛会的一号 双打种子选手 他们俩一个是上手快 还有就是衔接配色快 另外伊藤美成早前希娜 双打的接发球都有一些变化 伊藤美成还会用他的声雕 打出一些很下沉很飘很怪的球 还能够配合一个盘击 现在场上的情况 刘伟你看 孙影沙王曼玉 确实比第一局打的时候 是电缩 电缩 就是电缩 这个转动